台湾出版界的优势是什么 其实不是只有成品书店 这个唯一的品牌 在台大公馆商圈附近 有一种很另类的读书风景 那是独立书店 他们不属于任何连锁书店 说穿了老板高兴卖什么书 就卖什么书 这些小书店的老板 靠着独特的选书品味 来对他们的书店 对抗连锁书店 甚至还联合起来 组成了温罗丁联盟 温州街 罗斯福路跟丁州路 也带给爱书人另一种阅途体验 上个礼拜五晚上 经过罗斯福路到公馆的台北人 不知道有没有听见这个故事 那眼镜民就说 你们听到有蟋蟀的声音 哪里哟 都是这个车子 有啦 在哪里 他停下来 就到那个中间的分割岛山里面 有草坪 就放开一个石头 他就抓紧那个蟋蟀 你看 汪德肚子那么厉害 可是我怎么都听不到 有啦 你们有那种能力 如果你耳朵的天线 没能力收到这个故事的讯号 那眼睛呢 台湾的丁州书店老板找了作家 萨克努说书 地点是罗斯福路上 温罗丁阅读药草花园 你说晚上听不见 看不到 那白天呢 温罗丁阅读药草花园 是温州街 罗斯福路 丁州路一带 一些不愿意被收编的独立书店 共同打造的阅读花园 这些不愿被收编的独立书店 散落在温罗丁街区 慕名而来得多 就算你经常出没台大公馆巷梦 而且你耳聪慕名 天线又够立 你会注意到这个 固埋纸张的地下室吗 我在华文城市里面 看这些比较跟文化相关的 这种基础设施 其实我认为台北的独立书店 是非常被低估的 那他们现在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 一方面维持原来 那个比较独立批判的精神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生存的危机 老猫吃老鼠 老鼠吃正妹 正妹吃文青 文青吃成品 成品吃唐山 唐山书店 喂养台湾社会科学人才30年 台大承乡所的教授康敏杰 是其中一个 他一点也不希望成品吃掉唐山 他觉得唐山书店 是台北的城市之光 某种程度 不能够完全被视为一种商业的店面 我认为这种像唐山 就像在旧金山有一个叫城市之光 City Lights 它已经变成整个城市的精神象征 旧金山人说 你知道金门大桥可以倒 但是城市之光不能倒 另一些书店租不起一楼店面挤上了二楼 30年来念外文书的 不会不认识台大对面的书林书店 台大本来就是领导台湾思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大本人 所以他在这边的话 但是在那个戒严时代里面你盖住了 禁书的特点就是你越进人家越要看 可是等到戒严之后整个都开放了 一开放之后大家对那个就没有那么有兴趣 喜欢独立思考的人跟书 早就在温罗丁一带生根 90年以后色彩更缤纷了 有人以开书店来当做社会运动 绿色的台湾的店专攻台湾学 各色台湾地图多得快溢出来了 像这张也都是只有我们店有 原住民的这个图他也很喜欢 很多日本朋友 他喜欢这个前面 紫色的女书店专攻女性主义 吴尔福在收银台前屹立不摇 金金书店是粉粉的彩虹 专攻国父遗嘱说的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因为我对台湾的同志运动有兴趣 所以我用开书店来去做同志运动 这个行程也特别好 这么公开的同性恋文化在大陆不是很普遍的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真的是大开眼界 赖正哲的店迈入第13年 现在是国际观光景点 也是同志论述教室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啊 可以啊 我爱人在家里啊 因为我很好奇啊 他可以让你看他的照片 有他的照片吗 有啊 大型的连锁书店 网路的这种折扣书店 还是给我很大的冲击 因为终究我的商品在那些地方都买得到 但是我就会特别在跟门市的互动 来 独立书店老板们通常喜欢摸得到的东西 作家银色快手原本经营网路书店 最近也加入独立书店的行列 希望这个书店是人跟人 人跟书 甚至书中的内容 它去进行对话 去撞击出一些火花 所以我会觉得开实体书店 是我的梦想 它可以实验更多互动性的内容 而不光只是在折扣上打转 做独立书店的 想尽办法也要花样百出 布拉格书店是画廊 是演讲厅 也是新书老书都卖的新古书店 它也结合一楼 这个像台大总图般卖啤酒的咖啡屋 温罗丁联盟成立五年 独立书店老板们独立开店 但不单独作战 他们偶尔坐在一起 互相支持 联合宣传 这个联盟 我是希望能够相互资源之外 还能够真的发挥到 某一种地域性或地区性的 跟我们以往认识的社区 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社群 那这些社群 可能中间是有冲突的 譬如说我们去想象 校园书房跟金金书库 它背后的社群 可能不一定能够互相拥抱的 但是它都处于这一区 所以我常常讲说 温罗丁基本上是整个城市的缩影 我们很喜欢他们这种 做自己的精神 不会去追寻所谓的音乐潮流 或者是现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 就去做什么样的功课 温罗丁联盟的独立书店们 不想故步自封 他们的新朋友是独立音乐 独立不是孤立 也不孤独 温罗丁联盟扩大中 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 泡在独立书店 是人与人之间 很特别的沟通方式 不过这种独立精神 在某些地方却难以生存 香港旁边的深圳 号称是大陆最有钱 也是最美文化的城市 有个湖南的穷小子 想在深圳开书店 他要找九十九个人 每人捐九十九本书 开一家只要喜欢书 你就会来的书店 在有钱 却没文化的深圳 他被当成文艺傻瓜 如果你喜欢人民币 比文字多 这个故事请可以不要看下去 在这个比较浮躁的一个 越来越浮躁的一个环境下 能看书的人 还是有一些 这些想法的 坚果的想法是 找九十九个人 每人带来九十九本书 他要开一间九十九人书店 有点挪亚方舟的味道 坚果是勤恳带愚昧的傻子 其实我个人 对对对 我个人对收拾很有偏好 就是觉得我挺喜欢收拾的 然后就是因为九十九 它总缺一嘛 我希望总是缺一个人进来 就是不停地有人 不停地人进来 那现在发现好像不止缺一个 对对对 现在还早 看书的人也会说谎 坚果在大陆豆瓣网站 发起九十九人书店活动的时候 马上举手参加的 有超过两千人 大陆全国大小媒体 争相专访 八个月过去 真正把书拿过来的 只有七个人 看上这个浪迈而小资的九十九人书店概念的 反而是一大堆著名财团 开百货公司的 卖欢纱的 还有廉价商务旅馆 赚钱的好处是 可以把文化买来 直接在自己脸上贴金 国画人把口中的爆发户拒绝了 九十九人书店还是开得起来 不是CBD 是在深圳的一个小社区里 用木板搭起来的书架 坚果说连他自己都担心会倒 房东客厅里的木沙发没有搬走 坚果也就乐得让读书 和这种发美的气味一起窝着 有三个风简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 他们以为这是个很小事的地方 结果拿着很失望 一直跟我抱怨 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按他们的经验 说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这个是很容易办的 然后我就听他们的讲 我也不说话 然后他们说完就走了 如果空姐可以静下心来 大概会看到这些不一样的书单 九十九人书店像一种信仰 工人膜拜 书的主人看世界的方式 一下手拉车 一双腿 坚果就靠这样 把书一本一本拉回来 一块人民币一趟的公车 也不要坐 那下雨天就没办法 下雨天 一般不是下雨天 可以改天吧 九十九人书店是一个梦 但不是美丽的梦 在城市的高楼中间看书 画面也许很美 但画面看不到的是 那群永远赢到的小昆仇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